什么是音标 什么是拼读 今天一个单词给你讲清楚 我看到这个正经这个词 同学们 我们先看到音标这里 先把音标读准读对 来 看到第一个 这个发音呢 是 发这个音的时候呢 你的嘴巴需要撅一下 你看 就像这个形状的吧 稍微的翘下 撅一下嘴巴 来 发音呢 是 好 来 看到中间这个 这个发音呢 很短促有力 它是个短缘音 发音的时候呢 直接读 好 看到后面 这个发 好了 我们现在知道了 每个读音之后 一起来拼读一遍 这里是涉及到一个词语 叫做拼读 什么是拼读呢 拼读呢 其实是我们学习 发音的很重要的一个方法 它不仅可以拼读音标 也可以拼读单词 拼读呢 就有点类似 对我们拼拼音的感觉 从左往右拼过去 咱们试一下 好 这第一个一定要拒嘴 对吧 发音是 好 这是我们这个音标的拼读 同意们 如果你把这个拼读的方法 练得比较熟练的话呢 那你不仅可以把简单单词快速拼好 你还能把很多长单词 也可以准确快速的拼读 对好了 来读完音标 看到单词这里 我们再去看看对应的发音规律 这个部分可是非常重要啊 因为它关系到同学们 能不能快速写对单词 很多同学都想做到 我以后能不能不看音标 我直接看到这个单词 能不能就把它拼读出来 这个部分的发音规律可以帮到你 来 看到前面的SH这两个 这个呢 是个字母的组合 很常用的 当然它也很有规律啊 你看到它的时候呢 你几乎不用想的 99%都是直接发 这个发音就可以了啊 然后呢 中间字母 O的发音是 O 腿面啊 还有一个小秘密 就是反过来啊 当你听到这个O这个读音的时候 对应的字母就肯定是O这个字母 所以你以后写单词你就听好了 对吧 听到这个直接写O 不用犹豫对吧 好 然后面呢 CK 这也是个重点 为啥呢 因为这两个字母的组合呢 它是发音固定的 固定的 就是什么时候啊 什么地方你看到它 它直接都是直接发这个 这个音就行了 是不是特别简单 对吧 很好用啊 所以你看这个单词 是很符合发音规则 从这里划分一下 从这里划分一下 当你了解完这些发音规律之后 你再看这个单词 是不是感觉特别的简单 很熟悉对不对 整个单词的结构啊 都被你看得清清楚楚了 那么你不管是拼 还是写就变得非常简单了 是吧 来 我们现在一起 看着单词去拼一遍 就是 好 这是我们这个单词的拼读 那同学们 关于像这种字母组合 或者说某个字母的发音规律 还有像这种音标啊等等 在我完整的发音课当中 都有详细的总结 还有专门的训练 好了同学们 这个单词你学会了吗 学会的同学记得打卡 学会两个字 如果你想从零开始 或者说你现在零基础 想完整的学所有的内容 那你可以学下老师 完整的发音课四合一 我是Hidy 关注我轻松学英语